自身媒体人迪志维 一日在理述分享 再回到家时遇到惊险画面 当时朋友搭他的顺风车 结果朋友突然跟他说你看前面 他往前看直接吓了一跳 因为有一颗头伸出窗外 让他忍不住拍了几张照片 记录可怕瞬间 这间照片中可以看到 前方有一台白色轿车 坐在后座的乘客突然将整颗头伸出车外 接着就开始堆着车外疯狂呕吐 而且那台白色轿车 车上已经沾满呕吐物 而且呕吐物还直接飞到 迪志维车的挡风玻璃上 迪志维则认为这样实在太危险 因为许多经过的车辆都差点撞到他的头 而且该乘客吐的时间相当久 至少3到5分钟 让迪志维相当无奈直哭 真是又危险又没功德性 朋友也认为对方小兔应该要靠在路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